所以說一下因為老師剛剛畫面的關係 我把我的畫面縮小 因為我現在口癮的關係 所以我的解析度會被受限 那你們螢幕的解析度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老師現在要先把它縮小一點 我縮小要做什麼 我縮小之後其實我就會看到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你的檔案名稱 所以我剛才被擋住 所以你們都一直看不到 然後如果老師要改變它 我就點它一下 例如說我就可以改掉 假設說我們今天是練習作品 你可以改掉 好然後呢Done 好它上面就變成練習作品 這是檔名的部分 好再來 然後如果你在編輯過程中假設 你按了一個動作就是 不小心回到Layout 點了它之後 剛才我發現這種狀況 他問你要不要覆蓋 如果你又按OK覆蓋 恭喜 通通沒了 你剛做的叫白做工 有沒有問題 這個時候怎麼辦 不要急著又叉叉按掉更長 請 這東西是多麼的意思嗎 要到Undo 復原 是不是這樣 剛有同學不小心按到 可能沒有注意到就把它蓋過去了 你這個檔案就沒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下 好 那到目前為止 假設我已經做完了 老師先把Save起來 好例如說我已經整個做完之後 然後我再來呢 好 再來的出處分成兩種 一種你可以讓它變成線上版的 線上版的作品 另外一個是真的把它抓下來 了解嗎有兩種 好 那我們各自練習看看 如果我讓它變成線上版的是什麼 按Share 按下去 好它就會給你一個 就是說你要給人家的E-mail 你可以給對方E-mail 好那如果是要分享給 就是社群的 你可以就是po到FB或是Twitter上去 那如果你是要給網址連結的 就是這一個 那你給人家網址當然是給人家看 而不是要給人家可以編 所以這邊可以協作 可以協作 我可以給你看就好 所以你可以給網址 聽懂 不然你就是跟你的同事 或是助理們 或是同學 但是公司的任何人 大家可以一起來協同編輯它 那就把網址給它 它有賬號登錄即可 最後一個可以內籤在你的作品裡面 等等的 所以它有這幾種的一個工具 那你可以去做分享 可以一般實務上 我們大家會用這種功能 都是做成紙本 我們要不是印成紙本比較多 所以同學頂上頭的download 這才是我們常用的 然後download的時候 再來下面這裡 有分成集中選項 第一個你可以把它做成png png跟jpg其實解析度 都已經差不多差不多了 都是全彩 所以這張圖片 因為我沒有做成去背 或是各式各樣不同的形狀 如果你有做一些像貼紙標籤 它有不同的形狀 你就用png 因為png才是去背圖 那現在這個做成jpg或png 已經無所謂 再來如果你要做成pdf檔 這個請用print的這個 解析度較高 這樣知道嗎 我都試一次好不好 例如說圖片類型的download 它會幫你做轉檔的動作 然後要等它一下下 那這邊的話 你的檔案設定的呈現越大 它這邊等待的時間就會越久 這個可能就是知道一下下 好的 那跑完了之後呢 假設像有同學說 他們只是做給廠商看的 那你就可以用這種預排 排給廠商看我想要這樣子 那錢他幫你排 或是幫你做處理也ok 那如果你排的其實不錯 其實也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了 pdf檔是可以直接拿去印刷的 好來 然後這邊就看解析度夠不夠 來我們先把它存起來 這就不要理它囉 好不好 關掉就好了 好第二個我儲存成pdf檔 用print的 好來一樣下載 好我讓它跑一下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的桌面 好這桌面上頭呢 就會有一個剛才的這一個練習作品 你花兩下要出來結果長這樣 所以你要做電子版的DM其實非常的方便 然後再來呢 這個圖片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解析度 好先不要理它 來你看這邊解析度700多 700多 所以它A4啦 我才做A4其實我沒有很高 所以圖片解析度就比較沒有那麼高 圖片這算沒有很高喔 所以可以給pdf檔可以print 好再來第二個 練習作品pdf開啟 可是它做DM是夠的喔 剛才那個做DM是夠的 欸我存桌面喔 來儲存 好存下來之後 這個就是pdf檔 這樣可以看一下 好然後如果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還ok吧 對這種解析度這樣印刷是ok的喔 你去印出來是沒有問題的喔 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們單位如果要簡單的做印刷的話是ok的 那如果你要求 不好意思 如果你要求要整個牆面的 拜託請找專業的好不好 這種你們還要自己省錢嗎 很大呢 解析度就要更大囉 所以這個要注意解析度 這種每邊的東西出來都要注意解析度啦 重點是印刷出來夠不夠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每一個都輸出看一下好不好 所以這是最後最後做出來的作品 那你把它傳到line 丟到email po到fb 非常非常方便 所以通通都可以直接自己做 來